师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是丑伟雅家回商 问一下师父 对于初学者有 会建议我们一天进修个多久呢 还是有什么 有什么 忠告这样子 非常幸福 谢谢我们初伟的问题 初伟也好用心 自己也办课程让大家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共修 自己本身也参与其中 一起用功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心态 至少不会说只是为了办活动 办了你们打坐我去往 没有 也是一起学习一起用功 这样子就比较正确 通常我们佛法的活动 仇伟们应该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办活动 大家一起来学佛 来学习佛法 或者是学修行的这些方法 我们自己也是其中一个 一起学习的 所以我们看到仇伟呢 在这方面 这个心态 就正确 那也会想到说一初学者 那应该一天 要怎样安排打坐时间 还有可能是说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 那么对初学者 像刚刚学方法 或者虽然学方法有一段时间 不过可能算是还比较初阶段的 那我们是建议说 一天呢 可能打坐的时间 可以是半小时 或者刚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我们觉得一下子 还没有什么信心 能做半小时 我们也可以从15分钟练习起 可能15分钟练习了 下来觉得比较有把握 或者是有时候做了 我们慢慢发现到说 有这个放松 腰额的一些作用 我们会有信心 有兴趣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15分钟不够 因为做那个入境的步骤来 都剩几分钟了 好像才做一下子 又要出境了 我们就可以再慢慢增加 能增加个20分钟 20分钟过后 如果觉得说 也还可以 再多5分钟 25分钟 然后下来可能可以到半小时 半小时 我们就可以维持在半小时 常常这样子练习 练习如果有时候 我们可能 那天有比较多的时间 想做长一点 我们可以分段 就是做半小时了 能起来拜佛 或者做运动 然后再来做半小时 跟他分段 这样子来练习 因为初学者在禅修方面的经验 还有这方面的一些尝试 也比较不足 所以我们如果说自己一个人身边没有老师在 我们做的时间很长 那有些人是 他开始的时候 就是一种 我们福建话讲 陶瓶瓶瓶瓶 开始的时候就很热了 等一下慢慢他就淡了 开始很热的时候就排到一个 一次做 一个小时 几个小时 只要做一次没有了 这样子就对调和身心没有什么帮助 我们调和身心是要每天每天这样不断调和 它才产生作用 那这样久久才来一个做长长 然后就没有下纹了 或者有些人他是一做做很长了以后 可能腿很痛 然后过后他就又不敢做了 还是做的过程可能忘念很多 还是很昏沉的 再又不敢做了 所以我们就干脆给他这样分段 然后我们有一直每天这样练习 反而每天都在调和身心 至少都每天至少有放松一下 或者是有缩解一下压力 有这样用功气血循环顺畅一下 顺畅的一点 这样子都还是有调和的一些作用 好过说我们一直过做很长 然后放大甲很久都没有在打坐 这样对这个身心的调和都不能 起一个很大的作用 然后再来呢有的人他做很长的时候 这个身心调得比较细 每天他都做很长 调得很细 的时候可能会把比较内在的一些问题 调出来 可是身边没有善知识 帮助他 这样也是不理想 所以我们就比较建议说初学者呢 maximum半小时 如果想要再做就分段 分段做半小时做一点动中修的 调和一下 再来再做半小时 这样就没有什么问题 他只是连贯 这样子来调和身心 那如果说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再安排 我们可能就是一早睡醒做个十五分钟 至少那天功课做了 调和了一天下来 心可以保持比较平静 不过也有一些人呢 他早上他很匆忙 然后他做他反而很紧张 一直在挂爱怕迟到怕什么的 那他可能觉得下午或者晚上 对他是比较能够放心的用功的 那都依个人的情况 可以去做一些调整 所以这个关于说到底要早上打坐 还是下午还是晚上 有的人会问哪一段时间比较好 这个没有一个一定 都回到个人 我们那个时间是比较安排得出来 比较没有什么其他事物会影响的 或者说那些事情也是可以排在别的时间处理 不用在那个时间的 然后也静得下来的 比较没有什么人会来找的 我们可以把那个时间排出来 就是给这个静坐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那段时间呢 很放心 投入的用功 那自己用功 因为这边可以帮忙敲饮器 或者我们的那些密集的供需 我们都有间相敲饮器 那如果自己在家里 我们就set闹钟 但是要记得了 不要那种一闹整个吓到的 那我们调那个声音是比较温和的 甚至有一些人说他们能找到饮器声 然后就set了他时间到他会叮 比较柔和的饮器声 有些人是比较柔和的一些大自然声音 这种都还OK 就比较柔和 我会说一下子一响我们整个 尤其是做得很投入的时候 声音都响 我们的前五根因为没有对外攀掩人 所以他变得很敏锐 比如说这个声音一来 会被吓到 会被震到 所以我们就选择比较柔和的声音 知道了以后 我们还不用说快快去关掉 可能它很柔和嘛 想一下不要紧 我们还可以出镜按摩 按摩好了才去关它 都不成问题 可以选一些这样的这个声音 这样我们就可以自己调 可以自己安排时间用光了 因为在家里就要比较能独立用功 比较能智力用功 懂得自己安排时间跟空间 继续的用光 因为继续用光 这个身心才能够保持调和 如果能够每天都安排一点时间调和一下 税理一下 那很忙很忙的也至少说 一个星期里面可能有哪几天排得到 可以去排 总之就是要使到自己 学了方法有继续在用 继续在练习继续在调和 就不要说学了就毕业了 那这样这些方法就变成功了 你的身心起不了什么调和的作用 所以是继续这样子的细水长有 此之以恒的 那如果说我们在家里 或者是我们同学有些住宿舍 你们有室友或者家里可能还有其他家人 我们要安排时间打坐的话 跟他们打个招呼 就是说让他们知道 智慧一下 我大概每天什么时间 我会打坐一下 这样一方面 他们知道的人 他不会就是说 哎呦叫我们做什么了 或者是说 如果室友的话 同一间房间 他会看到 哎呦 什么我那个 我那个室友整天坐到直直在那边做什么 我会想到 我学什么东西 我整天这样 啪啪 然后给他知道 说我是在禅修用光 这些方法可以帮助他放松 帮助他缩解压力 那学了每天有练习 他就会对这个身心有帮助 所以大概大概这样的时间 我会打坐 你做你的 没关系 不过只是说让你知道 可能就是动作可以放轻一点 是这样子给他知道至少不会吓到 或者他有时候也会注意到 不要打扰 然后声音放轻一点 但是我们心里面 不要因为这样的要求 而他稍微有一点声音 我们打坐也在那边气人 打坐就会 我说虽然我打坐也在气人 哟 这么吵 这么大声 打坐就不理他的了 那个外在的 不是我们控制的 不理他了 我们用你的功夫 用功就好 所以就是说 有家人有什么 我们智慧一下 比较好 如果完全没有智慧 有些他又不了解 他就会担心 尤其是家人 听说以前有一位同学 他就每天很早 整个还暗暗的时候 就起来在大厅里面打坐 然后他的家人 老人家半夜会起来上厕所 什么的 黑黑一堆在那边 因为 那个灯都没有开 很暗 然后就 怎么每天有一个黑黑一堆在那边 吓到仔细看 自己的这个孩子 孩子做什么 是学什么东西 学到路迷了 三更半夜起来 坐在那边做什么 就变得很担心 所以有时候 给他们了解一下 哦 我们如果有自己的一个空间 在房间 在房间 坐楼 不用坐到大厅里面去 那如果说真的没有那个空间 我们在听 我们智慧他们明白了 灯还是可以开的 开微微一些灯 只要不要直接 射着眼睛就可以了 关的太暗反而很昏尘 完全暗有时候反而很昏尘 有一点光 只要不要刺眼就可以 而且有一点光 让其他人看到说 是我们来的 不然人家 吓到这么一个黑黑的这样的眼光 所以这些其实都要 都要善于处理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就可以用功用得很自在 那如果有打坐 也记得不要说 打坐过后 马上就来去冲冷水 尤其我 我比较担心是一些年轻的同学 大概年级比较大的都比较懂 不会这样 那年轻的可能觉得 没什么 哇 我打坐过 哇 满身寒 黏黏 然后天气很热 尤其是我们这些在热带的 哇 热 就那个 所以我们这边叫冲凉 一些国家人听不懂 我们是什么冲凉 因为我们的冲给他凉 所以叫冲凉 然后叫做洗澡 所以就注意了 不要这边打坐完了 因为打坐的时候 气血在运行 毛系统会张开 那张开我们这样冷冷的水 这样子泼下去 很容易感冒的 然后长期也是对身体不好 所以打坐过后休息一下 大概半小时这样 然后如果有汗 我们就跟他妈干 要洗澡才洗澡 那洗澡也鼓励说最好洗温水 不要那个冷冷的那种水 直接这样冲下去 OK 好 就是这个 哇 好像一讲就给我讲去 15分钟 谢谢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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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问题 可能多一题 没有 有些就生也参了好几个课程 可能该问的也问了 那下来就越来越简单了 就是专心用功 有吗 如果没有 可能我们就可以看下来是什么 大合照 然后网课 有吗 一 二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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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抽为英雄 我想要问 有时候我在静坐的时候 我要关自己的呼吸 可是我关着关着我会控制自己的呼吸 然后讲 鼠呼吸的同时 然后又不能 不要控制自己的呼吸 鼠呼吸的同时不控制呼吸 前提是要放松 所以要放松才能够找到自然的呼吸 那有时候我们是很怕呼吸跑掉 所以我们就想抓住它 所以也是会不小心用力变成控制 然后它的这个 关键就在于先放松 所以我们前面扫描放松 整体放松 要做足 做到说我们真的是 整个身心真的是放松 放松其实包括放心 就是我们也真的是很很放松 真的是感觉到说我们没有用力 整个是没有用力的 然后很放心的 这时候呢我们一回来 回到鼻端 我们就会发现那个原本就在那边进进出出的 那个自然的呼吸 它是很轻的 然后很 它本来就在那边进出的 不是我们为了要用功 特地去弄的 有时候我们会用力或者控制 也是因为我们想到我们要熟悉 我们想到说我们要用这个方法 所以我们就会去把呼吸弄出来 然后弄出来我们会去用力 弄出 表示说我真的有在用方法 其实当这样子的时候就不够放松了 所以继续先放松 让我们真的很松了 把前面这个嗓能放松跟整体放松多练习 练习到说我们真的很松了 而且我们也放掉那种想法 那种观念说怕找不到呼吸 或者说我是要用呼吸的方法 所以我要抓紧要跟呼吸 我们把自己这种想法给它放掉 舍掉 我们就是知道说只要我放松后 就能觉察到自然呼吸 要有这样子的这种想法 或者这样一个信心知道说 只要我完全放松 呼吸就是就觉察得到 因为呼吸本来就在那边 不是说它不知道在哪里 然后特地要去找它的 呼吸本来就在鼻端进出的 所以不用找它就在那边 问题是有没有放松 或者我们有没有变成用力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继续一直练习 放松的方法 到回来 一觉察 咦 就在那边 那在那边的时候 不要太快速 我们先觉察呼吸的进出 多觉察一段时间 可能一只香 到尾声 哎呦 还在觉察呼吸 不要紧 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多几次这样的练习 来熟悉这个方法 熟悉这个技巧 等到有一天我们抓到这个方法了 我们就知道这样很快就可以回来呼吸了 所以我们是先要放松了 回来 觉察到的时候 先觉察它的进出 觉察到比较松 比较稳的时候 我们再把树木枝放进去的时候 也是要很轻 就在呼的中间 树木枝轻轻放进去 很轻的 不好太搭理 然后也不是把重点变成树木枝 树木枝是帮助我们去清楚知道说 我在注意这个呼吸 如果我们的重点变成树木的话 有时候我们就会很重 一 二 然后它又变成用力 轻轻就好 一 二 很轻 我们的重点还是在于注意到那个呼吸的呼出去 所以这个需要一些时间 不断练习不断练习 然后慢慢掌握那个技巧 那有时候我们掌握到了 下来我们就发现 就比较不会控制或者是用力 OK吗 OK吗 好 可以 谢谢师傅 嗯 好 这样我看一次差不多了 好 嗯 来 主持人 嗯 嗯